台风过境在各地造成灾情 台东有民宅被水淹没 今天市区却出现了有趣的画面 在停车场有一只体长170公分的柏熊 躺在椅子上似乎在做日光雨 原来是民众家里泡水 趁天气放晴把柏熊爆出门晒晒太阳 而新竹则是有部落联络到两处中段 需要有直升机载运物资 另外花莲台八线中横公路东段 道路又再度中断 西宝落韶地区土石崩落成为孤岛 由于抢通的期限未知 恰恰目前有50位居民受困 因此空气总队也出动了直升机补运物资 直升机在空中丢下一箱箱物资 才发现中横公路东段因0403花莲强震重创后 好不容易慢慢复原 却遇上康瑞台风带来的狂风豪雨 道路再度中断 西宝落韶地区土石崩落成为孤岛 由于抢通期限未知 加上目前有50名居民受困 因此空情总队出动直升机补运物资 几名男子来回搬运物资 包含矿泉水泡面等 黑鹰直升机三号一早飞往德星棒球场 装载要空投的物资后 先到西宝国小补运再到洛少地区 通透物资超过720公斤 希望能暂时帮助灾民解决生活所需 我们是先用发电机嘛 那发电机撑不下去的话 可能冰箱的肉也没办法再放了 同样需要空投的还有 新竹县尖石乡司马库斯部落 联络到两处中断 原本预计三号以人力接驳方式 将药品粮食等物资送进部落 但考量运送过程有安全疑虑 因此改向消防署申起直升机载送 预计4号上午7点执行载送任务 而台风造成许多地区不小的灾情 台东许多民宅也被水淹没 市区还出现这样的画面 停车场上有一只布尔熊躺在椅子上 似乎在做日光雨 原来是台风带来的好雨 让民众的家里泡水 布尔熊也躲不过 由于这只布尔熊体长170公分 一般洗衣机跟烘干机容纳不下 因此趁着市区天气放晴时 民众也将它爆出门晒晒太阳 记者综合报道